HAPPY FRIDAY 星期五的中午時間 又是我們遊學天地 我發覺我們請的嘉賓越來越猛料 今天是顏值爆表 是猛料 不單是顏值 在身份上都越來越競猛 上次已經出了一個立法會議員 今次又出了一個立法會議員 再加上一個前官員 你很厲害 今次請來兩位嘉賓都很重 先前介紹在你身邊旁邊的位置 是二號派流行立法會議員 亦是代表旅遊界別 所以今次請你上來談談游學 亦知道你九十年到開始 帶學生上海內地遊學 待會讓你多說一些 在我身邊旁邊的位置 大家應該對他的顏值 覺得是高的 也認知度很高 因為以前經常見到他 不過今次他來到我們當中 有一個新的身份 現在就是香港酒店業主聯會的總幹事 最經韋詩先生 多謝你 大家好 多謝 今天上來我們講游學 先生可不可以看看 Perry 姚柏劉議員 講一講你的游學歷史 追回到九十年代 那時候的游學和現在的游學 Terry說的時候也很年輕 沒錯 同工 各位聽眾大家好 多謝卓Sir和鄉英文 邀請我們上來這個節目 其實一聽到這個節目的名字 因為游學感到特別親切 很人的 energy 我們又游又學 其實講起什麼時候開始做游學呢 其實我們 我是讀大學的年代 一進大學已經是推動香港大學生和內地大學生的交流 其實那時候還沒有一個所謂游學的概念 我們是講交流團 我們是講交流團 所以由九十四年開始 已經是組織香港大學生回內地不同的省市的大學 尤其是那班 即是那時候你是大學生 沒錯 我是大學生的時候已經是在做的 有為青年了 懂得知道有這個課師這個trend 就已經做成交流團 其實當時大家知道 直到九十四年我入大學 其實當時快要回歸 九十七回歸前 其實都很希望我們的大學生 去了解內地的發展 以及了解內地的大學生 到底水平各方面是怎樣的 希望他們更多這方面的認識 所以又推動這方面的交流 也有做一些雙向交流 我們除了帶香港大學生 回到內地的大學高校交流 也邀請內地的大學生 來香港做一些雙向交流 所以其實遊學交流的性質 其實可以很多元化 可以很好玩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又可以擴闊大家視野 即是那些年 遊學的前身就是交流團 沒錯 我們從姚耳元身上 就知道 這個名稱有演變 所以後期才有遊學 研學 這些字眼出來 那時候你第一次交流團 是去哪裡 那時候的那個地方 和現在你所認知的 是否差別很大 我很深刻印象的 那次1995年 搞一個雙向交流 就是我們香港和西安交通大學 和西安交流 那次真的很難忘 其實現在曾經參與過交流團 內地那批精英學生 都仍然保持聯繫 你想想那種情感 到現在仍然為持聯繫 他們的帶隊老師 現在都有聯繫 都變成好朋友 所以這種交流 這種深度的交流 還有我們提供了一個好的機會 給他們那時候 是第一批學生 能夠出境 來到香港交流 所以非常難忘 那說到 譬如遊學 一定離不開酒店 但我覺得 你說酒店之前 其實你應該也有帶過遊學 有去過交流團 我有去過交流團 但我沒有帶過 沒有Perry這樣有的經驗 那時候你是被人帶的 也有 那時候我去什麼 我和很多青年交流團 就是去內地 同一整天都接待 和談很多交流團 因為以前我也要去處理青年政策 所以青年交流是很重的 我記得過去疫情前 我們不只是那時候的民政 其實是交局很多 我們政府這麼多部門 加起來每年以萬計算的學生 有上上落落 來來香港 我記得開心的就是今年開始通關 所以很多省市已經在安排來香港 這是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香港 我們現在越來越多內容 你說酒店街和我們有關 因為他們來到 就要找一些好的地方 可以住宿 當然現在的開心點是什麼 就是我們文化和旅遊的發展 是越來越多這方面的人才 我們希望吸引香港 香港始終都是一個很大的旅遊城市 不單止的 我們最擅長的是什麼 我們做大型活動 做會議 做麥克風 我們很多這些展覽博覽 內地其實他們都很想向我們香港取經 尤其是我們的專業 我覺得在旅遊業 我們少去自己宣傳 我們旅遊業的專業經驗 全國都流水 當他們的大城市 要有大型發展 他們的酒店 展覽廳很大的 但怎樣去接待全世界的旅客 他們都會問 香港你怎麼做 可不可以帶人上來教我們 你怎麼做 所以在香港有這樣的經驗 或者讀過書 訓練過 是賭金的 所以在這裏 我們都期望 接下來多些 這一方面的人才交流 又像剛才說 除了以往是不同的專業以外 我們在交通 物流 酒店服務業 這個我們要多些宣傳 特別是近期我們有故宮 有西九 這幾年因為疫情期間 基本上很多內地的遊客 或者是海外的遊客 都沒有來香港看到這件事 所以近期這也是賣點 所以Gasper你說得很對 這裏我想策不策嘴 講到遊學 大家知道一講遊學 都是講香港的青少年 回去內地 或者我們去海外不同的地方去遊學 出境為主 其實我們都希望能夠推動多些雙向 不單止我們出去 有來有往 希望帶動 推動到整個城市 我們不只出 亦有入 這個對香港整體的服務業 我們酒店業 各方面都希望 有多些入境旅客 當然遊學是一個很獨特的市場 除了遊之外 其實最重要是學 所以我如果對比我90年代去搞交流 一個深刻最想帶出的一點是什麼 其實現在我們青少年很幸福 有很多這些機會出去擴闊事 讓他們選擇 剛才Gasper說的數據 以今年來說 教育局 再加上文青局 再加上其他不同政策局 總共 其實Gasper提供差不多20萬人次的交流 或者短期實習的機會 你想想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搞這些交流活動 你知道怎麼搞嗎 我們是要找一些商業機構 有心人去找贊助 去賺贊助 一些商向活動的交流 那時候是 但是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鍛鍊到自己 那時候是希望能夠創造多些機會 讓大家出去擴闊事業 去了解祖國 所以我覺得現在 目前來說 我們真的要鼓勵我們的年青人 要珍惜這些機會 要把握這些機會 出去很重要 我也想特別提及酒店那裡 多些來香港 其實我覺得網上這也是 搶人才政策的其中一個過程 沒錯 你的人才 香港還沒來過 來了之後他們說很棒 然後下一個做問 小西哥來過大 都想來讀書 沒錯 除此之外 他來過之後 他會體驗得到 香港有什麼發展 剛才Candy說 西九 早前大事宣傳 文化內涵我來很多 我再講一件 和旅遊有關的 體育旅遊 又是你以前的文徵 對 有什麼都關我自己 西凡也是我的強項 對 西凡也是我的強項 看得很厲害 三項揭緊 對 所以體育 有些想想 接下來有一個大的體育園 到時有幾多Mega Event 展覽博覽 concert 其實那時候我們需要很多 做大型城市的人才 你見當時做奧運會 我們是有些管理場的人才 被人叫過幫忙做大型賽事 反過來我們內地 越來越多大型文化設施 體育設施 博物館 其實這些全部 很多人才在香港訓練出來 我們將來做多交流的好處是什麼 第一就是來香港感受一下這些內容 第二就是如果你喜歡 我們香港是有這個產業發展的空間 如果他們是想 就可以來香港 講到這裏 先去廣告 回來再講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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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